大人,我们还不出发吗? 等等,我派家文去镇上买东西了。 可他上午不是刚去了一趟吗? 上午前没带够,所以才要再跑一趟。 山姆威尔随口应付了一句, 然后便继续望着家文离开的方向,满心期待。 托德无奈地叹息一声,转身离开。 背对着山姆威尔后,这位私生子眼中忽然闪过一抹阴冷。 快到傍晚时分,家文才再次返回。 老爷,我跑遍了整个市集,只买到最后两株幽魂草, 还被那个该死的小贩狠狠敲诈了一笔, 居然花了二十枚银路。 买到就好,山姆威尔连忙接过幽魂草, 倒是没在意花费。 而是问道,这种草产自哪里你问了吗? 问了,那小贩说,幽魂草只有赤红山脉中有, 而且颇为稀少,很难找到。 它是从一个冒险者手中买来的。 我还特地找到了那位冒险者, 据他所说,他是杀死了一位来自尤牙部落的野人, 才得到的这几株幽魂草。 赤红山脉,油压部落, 山姆威尔念叨着这两个名词, 将心中翻腾地渴望强压下去, 随后他翻身上马, 下令道, 出发。 夜色深沉, 开拓队伍的营地中寂静无声。 熟睡中的山姆威尔感受到脸上一阵冰凉, 猛然惊醒。 睁开眼, 就见黑暗中一个身影竟然就在自己的营帐中。 虚, 凯撒大人, 如果您不想这把剑不小心割断您的咽喉, 那就不要叫嚷。 莎姆威尔深吸几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等眼睛适应了黑暗, 他终于看清了面前的这张脸。 竟是托德骑士的侍从, 卡特。 卡特, 你想干什么? 卡特黑黑一笑, 道。 凯撒大人, 我只是想跟您说个事。 你说, 我们行进的速度太慢了, 按这个速度, 啥时候才能到赤红山脉啊? 所以, 从明天起, 我希望您不要再浪费时间去训练那些狗屁新兵了, 快速进军赤红山脉, 到了那里, 您也不用担心什么野人, 野兽, 我们一百多号兄弟自然会保护你的安全。 山姆威尔脸色阴沉, 问道, 是托德, 佛花让你来的? 卡特没有回答, 而是用剑身拍了拍山姆威尔的脸, 道。 凯撒大人, 我的提议您究竟同不同意? 山姆威尔冷冷道, 你知道作为一个平民, 持剑威胁一位贵族是什么罪吗? 贵族? 呵呵, 我只知道, 您是个被家族抛弃的废物。 但我依然有高贵的血脉, 还是梅斯公爵册封的开拓骑士, 你敢杀我。 骑士大人, 您是不是忘了? 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城堡中, 而是在荒郊野外。 我就是真杀了你, 然后对外宣称, 你是被赤红山脉中的野人袭杀, 难道塔利家族还会派人来调查? 山姆威尔顿时不说话了。 片刻后, 他似乎终于是怕了, 闷声道。 好, 从明天开始不会再有训练了, 我们全速前进。 这才对吗? 卡特笑着收回长剑, 这些天我也看出来了, 你其实并不像传言中的那般愚蠢, 所以更应该明白, 在这里我们才是你安全的保障。 至于那些新兵, 呵呵, 这样闹翻了, 他们挡不住我们一轮冲锋的。 所以, 你最好听话些, 这样以后我们才能相处得更融洽。 山姆威尔低着头不说话, 黑暗中也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卡特也不在意, 攻身一礼, 道。 那么, 晚安, 尊敬的骑士大人。 说完就转身走出了营帐, 留下山姆威尔定定地坐在原地, 再也无法入睡。 第二天, 山姆威尔果然没有进行军训, 而是一大早就下令全速向南前进。 新兵们虽然很疑惑, 但也不敢质疑他的命令。 第三天, 依然如此。 这样一连三天, 开拓队伍的行进速度猛然加快, 已经来到了密酒和上游。 第四天深夜, 营地中众人都已经睡下, 只有卡特带领着手下三名士兵在职业。 大人, 按照这个速度, 我们很快就能抵达目的地了吧。 嗯, 差不多再有两三周的时间吧。 卡特坐在营地外围的一块大石头上, 叼着一根野草, 要不是那个胆小的胖子一直浪费时间, 我们早该在夏日之海岸边抓鱼吃了。 那位胖子骑士怎么突然不训练那些新兵了? 还是他觉得一个多月的训练已经够了? 手下疑惑地问道, 似乎并不清楚队伍中的这番转变到底是什么原因。 卡特撇撇嘴, 并没有将实情说出来。 他又不傻, 当然不敢将自己持剑威胁一名贵族的事情公开。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能早点到, 卡特话说一半, 却突然停住了。 随即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你们听到什么没有? 好像树林里有动静。 对, 我也听到了。 去看看。 卡特站起身, 带着手下走了过去。 四人进了树林, 寻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一阵。 卡特却突然停了下来, 对其中一名手下道, 杰米, 你一个人先回去, 若是十分钟后我们没有回来, 你就立刻叫醒托德大人。 是。 随后, 卡特带着另外两名手下继续往前。 又追了一阵, 卡特再次停下脚步, 警惕道。 别追了, 我怀疑对方是故意在引诱我们。 大人, 那我们要回去叫醒托德大人吗? 不用, 可能只是路过的盗匪, 看到我们营地人多就不敢出来了。 我们先回去守着, 看看对方会不会在。 话没说完, 不远处的草木就一阵晃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其中窜过。 卡特眼疾手快, 将长剑置了过去。 搜! 中了! 卡特自信地拍拍手, 身体也放松下来, 看样子是只兔子。 说着, 他便走了过去, 准备捡起自己的长剑, 还有战利品。 可没走几步, 卡特却猛然感受到 自己的右脚传来 一股巨大的拉力。 刷! 两名手下还没反应过来, 转头就见自己的长官 居然已经被倒吊在了树上。 他们这才惊醒过来, 连忙拔出刚收起来的长剑, 然后就见黑暗中出现了十来个身影, 向他们围了过来。 卡特挣扎着吼道, 你们两个蠢货, 快来帮我砍断绳索。 还没等两人有所行动, 却听到一个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放下武器, 否则, 死。 杉姆威尔, 凯撒。 卡特立刻听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叫道, 你想干什么? 杉姆威尔走到卡特跟前, 笑道, 就是想让你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问题我四天前就问过了。 杉姆威尔抓住卡特的头发, 将长剑割在其咽喉, 一个平民持剑威胁一位贵族, 该判什么罪? 感受着长剑的冰冷, 卡特终于收敛了气焰, 准备先认怂。 大人, 我只是跟您开个玩笑。 玩笑? 亡国律法可不是玩笑。 卡特看着杉姆威尔眼中 毫不掩饰的杀意, 终于慌了神。 就在这时, 远处再次传来一个声音。 凯撒大人, 还请手下留情。 托德大人, 卡特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心中狂喜, 快救我。 托德, 佛花。 杉姆威尔笑呵呵地看向黑暗中 奔跑而来的身影, 像是在跟好友热情地打招呼。 但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却猛然向斜下方一拉。 吃! 冰冷的剑锋, 无情地割断了卡特的咽喉。